部長,我第一個問題想先確認一下我應該要如何稱呼你啊 應該要稱呼你為魔法部長還是零四五八八 在國會的殿堂我會用正式的國語 好的,那因為我還沒有打算多任一個爸爸,所以謝謝你喔 希望部長能夠快樂一點啊 其實我今天有準備了一份小禮物喔 我今天送的是蜜劍嘛 我聽你這樣講很清楚了 不介紹將一百萬的美金用到哪裡去了啦 我只有一段時間他們也會提起 他們要過一段時間所以你們現在還沒拿到囉 還沒有拿到 可以立法院是否代表有立法委員向要外交部要求 這一次並沒有 這一次並沒有,為什麼你要寫在你的新聞稿上 這因為2014年的時候立法院的這個決議之後 立法院的決議2014我看過 他並沒有說要繞過政府採購法 他也沒有說要繞過政府採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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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是如果說要繞過政府採購法 他只是如果說要繞過政府採購法 主席,我想請這個 魔法部部長上台 喔,那我請魔法部長上台 MOFA MOFA就是代表外交部 請外交部想上台 好,請外交部部長上台 徐委員早 我第一個問題想先確認一下我應該要如何稱呼你啊 因為您在MOFA的這個公開的 就是說記者 他們送給我的臨別的禮物 你也很開心啊 用一種幽默的方式對待我 那我也有用一種幽默的方式來回應 對任何人沒有任何不敬的意思 好,所以那請問你今天都會使用您剛剛所說的鄉下語言來背詢嗎 不會,在國會的殿堂我會用正式的國語 好的,那因為我還沒有打算要多認一個爸爸 所以謝謝你哦 那部長我想請問一下 最近你是否有感到傷心呢 我上一次說我傷心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的外交 沒有,我問你感不感到傷心而已啊 我沒有問你原因 我會跟你說明就是說 因為我們在對捷克的這個外交 受到一些這種不明的這種 我沒有問你原因 我只問你說是不是有感到傷心 因為那一件事情有感到傷心 好,因為我看到你在節目上面說 對你來說是很傷心的哦 好,那但是為了希望部長能夠快樂一點啊 所以我今天有準備了一份小禮物哦 那希望我們在行政立法上面不要這麼衝突 那我想要詢問一下主席 是不是可以讓我的時間稍微暫停 把我的禮物送給我們的外交部長 得到允許的話 我今天送的是蜜劍哦 那正式進入主題哦 我國2024年建立促進烏克蘭重建初級項目能量照護夥伴關係備忘錄當中 我們總共援助了 不是我們哦 是總共援助了烏克蘭多少個項目 部長 一共三十一個項目 一共三十一個項目哦 那呢哦 今年度 今年度哦 2024年 不是全部的項目是2024年 主席他們一直這樣子討論時間 請大家幫我暫停一下 因為我不知道他們要這樣多久 九個項目 好九個項目是不是 好九個項目 那呃 請問一下我們在捷克方面來說 他們總共在這個計劃裡面找了多少家的廠商 來協助計劃的推動 呃他們 不是捷克政府不是找廠商 捷克政府是希望他們的一個CHTI 來協助那個從事 呃這件計劃的這個執行 那他們有沒有找廠商來協助 我問的是 有找了幾家的廠商來協助 呃這個部分我沒有辦法確定說他們找了幾家廠商 你沒有辦法確定 但是 但是他們的執行就是 好 去找到最合適 在烏克蘭境內 看一下 下一張投影片 可是你不是在先前 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你說 你對捷克的外交期刊 早就有掌握了嗎 有沒有這件事情 你有回答過嗎 我沒有掌握 好你有掌握 但是呢我剛剛問的兩個問題 都在捷克公開的外交期刊上面 已經有解釋了 所以我們可以來看一下這個捷克的外交期刊 在捷克外交出版的現代經濟外交期刊 都把這些內容寫出來了 我現在開書考可以作答嗎 幾個項目多少間廠商 可不可以幫我們解釋出來一下 因為你說你有掌握嘛 而且田次長上次也說有掌握嘛 有關於這些細節的部分 細節 很細的細節的部分 那天文章並不長耶 我知道 但是有關於細節的部分 沒有辦法說 像那個一個電腦裡面無限的容量 全部容量在我的腦袋裡面 有關於這個部分的話 我是不是請我們相關的同仁 事後來提供委員 事後才能提供 現在不能提供 可是田次長跟吳部長 你們都公開說 你們有掌握這份期刊啊 怎麼今天我在國會對調問你的時候 你們會一問三不知呢 我現在開書考 就在這篇 就在這篇文章上面 有六家廠商 但是依照我們 六家廠商 那依照我們相互的這種約定就是 那捷克部分呢 捷克的部分我們沒有辦法掌握 沒有辦法掌握 可是你不是說你掌握期刊了嗎 來我們看下一張我幫你翻譯好不好 我為了這件事情很努力的去學了捷克文 來大家可以看到喔 用魔杖給大家看一下 魔法部的 其他項目將由台灣政府提供資金 這個東亞國家將提供總額為一千萬美元的資金 並且在三年內逐步多付 而且呢三年內逐漸使用 其中支援條件百分之三十的供應品來自台灣公司 今年還有五個項目 再追劇 然後約有二十家公司參與交付 兩個問題都明顯的在捷克現代經濟外交期刊 捷克公開上面就寫了 吳昭謝部長 田次長 你們都說你們有掌握這份文件 但是我問出來你們一問三不知 就連歐洲司的司長都不知道 我們回到剛剛那頁 就寫在這個地方 所以為什麼要不斷的欺騙國人呢 就像當時 你們說百分之百的跟第三方合作是 合作方式叫做公開透明的百分之百 說我都是全屬空瀉來風說我造謠 結果呢 我揭露了是根本要保密十年以後告我泄密 好我們個人的官司不在這裡提 我覺得沒有意思 那呢我只想說不要一再的欺騙國人 你們說掌握了經濟 也沒有要欺騙立法院 你們說掌握了現代經濟期刊的內容 結果我問你 不管是 這個 內容 或者是你剛剛的回答 都是錯誤的嘛 你們根本就沒有掌握嘛 再來下一張 對方說約有二十家公司 可是這個合作計劃才剛剛起步 我問你的問題是 約有多少 我問你的是你有沒有掌握這份期刊上面的說明 你告訴我說有 但是呢我給你開書考之後你回答不出來 這就是剛剛所發生的事實 可以不用再跟我硬拗了 下一張 神奇的捷克大祕寶 我想問一個問題 我們今天我們支持烏克蘭協助 我們也支持跟捷克一起共同努力 但為什麼要跳過政府採購法 要去把金額打給CHTI之後 他再來跟台灣的醫療廠商來採購 理由是什麼 因為烏克蘭境內他們需要什麼 因為我們人沒有辦法過去 他們沒有政治關係 他們不能提供清單給我們嗎 就是因為我們跟他們之間沒有直接的關係 所以需要透過捷克的CHTI 不能提供清單給我們 捷克的CHTI 能夠進去到那邊 去他們的醫療院所了解到 他們所需要的這些項目 那請問這一些部分的金額 300萬美金 立法院要如何監督 有關於這個部分 是應立法院在2014年的這個決議來進行的 我等一下就會來問 這個採購是CHTI的採購 不受我們國內的這個採購法的限制 所以我可不可以說 那他收到那個捷克境內的相關的法律還規範 透過這樣子的邏輯之後 再也不會出現在中華民國的任何帳上 因為只有CHTI捷克方他去購買 那請問什麼樣的廠商他會收到通知 什麼時候開始購買 目前應該已經撥放了100萬的美金出去 照每年去計算的話 請問這100萬美金用在購買哪幾間的醫財公司 買了多少用了多少 我們現在外交部的掌握是如何的 那個依照雙方的合約 我們是提供這些相關的這個援助 這個金額的援助 那但是有關於那個跟我們購買的這個部分 是依照立法院的這個決議來進行 那至於CHTI他們的採購是依照他們國內的這個採購的對方 以及歐盟的這個採購的對方 我聽你這樣講很清楚 你不知道那100萬的美金用到哪裡去了 我知道這些相關的資料 但是不能夠對外透露 好 我知道你這個你不清楚 那100萬用到哪裡去了 他們過一段時間他們也會提集中報告 他們要過一段時間 所以你們現在還沒拿到囉 欸 目前還沒有拿到 還沒有拿到嘛 這才是事實嘛 來 下一張投影片 呃 你們說 剛才你說了 用這種很奇怪的方式規避政府採購法 是為了回應立法院的要求 指定部分需要向台灣採購 創造台灣商機 後面這一段沒有問題 跟台灣廠商採購 增加台灣商機 可是我們今天要問的是 為什麼不是CHTI捷克烏克蘭提供清單給我們 我們在透過政府採購法 公開公平的讓優良的台灣依才去競爭 你們給我們的回應是立法院要求的 來 我要請問 立法院 回應立法院 是否代表有立法委員向要外交部要求 這一次並沒有 但是跟委員說 這次並沒有 為什麼你要寫在你的新聞稿上 是因為2014年的時候立法院的這個決議之後 我們一直都遵守立法院的決議 立法院的決議2014我看過 他並沒有說要繞過政府採購法 他只是說如果 他也沒有規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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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是如果說 所以你們亂寫 他只是說如果今天要採購的話 希望能夠增加台灣包含衣財 或者是各式各樣的採購的比例 讓台灣的廠商也能夠賺錢 我剛剛問你的問題是 為什麼要跳過政府採購法 給CHTI之後再出去 導致你們現在到底 100萬美金出去了多少 買到你剛剛都承認 你根本到現在目前都不知道 所以我要問的問題是 如果接受國會的議員的建議 沒有不可以 但是請問 提出這些建議的人是誰 我再跟委員說明一次 就是CHTI他們的這個採購 是依照他們國內的這個採購法 以及相關的歐盟的這個規範來進行 那這是一家非常優良的這種 我問你的是台灣方面 你不要跟我講CHTI嗎 我問你的是我們所要 我們所使用的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在過去是沒有的 是我們把錢打給CHTI之後 再有CHTI 有誰 我問他們當時在台灣招商的時候 有讓所有的衣材廠商都知道這件事情 能夠公平競爭嗎 你並不清楚嘛 所以你們沒有讓所有的 合作的對象是CHTI 三百到四百萬美金 像13年來說應該是一百萬美金 採購時間 何時招標 何時決標 招標程序是否公開透明 有沒有依據政府採購法 得標廠商是誰 幾家投標 得標廠商品項 得標品項如何分開採購 得標金額最有力標是多少 限制性招標是多少 付款方式是多少 是否已經付款付了多少 可不可以匯後 給我回覆 跟委員報告CHTI 他們不是我們國內採購法的這個規範 所以你們這樣子就做過了 國內的政府採購法 你不是說他們之後會告訴你嗎 所以我們丟了一筆錢出去 然後到底花到哪裡去了 我們外交部也不管 這樣有正當嗎 所以我問 這一些問題能不能夠匯後給我 如果我們跟他們簽的協議 是希望他們能夠協助我們 那如果說我們還要他們 這個國外的這個機構 來遵守我們國內的這個 所以以後所有的援助烏克蘭的專案 都是用同樣的方式來處理嗎 我最後一個問題問你 以後所有的援助烏克蘭 或是以前所有援助烏克蘭的方式 都是用這一次的這種方法處理嗎 我們盡可能的用這種對 邦交對那個 外交關係的工作 所以你的意思是不提供 如果是這一次的話 我們是沒有辦法提供 謝謝